大家知道呢,开始工作之后跟你在念书的时候 所谓的认真是不同的认真 你在学校的时候的认真是什么呢 就是老师请,就是要求你要完成的功课你有完成 回去好好复习功课 然后呢,有把你该完成,你做学生的本分完成 这叫做认真 可是呢,到了职场之后 所谓的认真不是说,老师变成是老板 老板这样的事情呢,你就做 你就是为老板卖业之交做认真 这并不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知道,老板跟你之间呢 他是付钱给你的人 可是你的自主权不在自己身上 所以后来有个状况是 他一旦觉得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就翻掉你 所以工作好像很多都自然多了 因为他就是把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面 不会去想想说他应该是要增加他自己的能力 然后把自己充实好 然后呢,把自主权的拿回在自己手中 你即使在公司里面工作,你一样会有跳蚤精神 所以呢,最近呢,在推荐这本书 叫做三千元开始的自主人生 这本书呢,就是在讲微信创业的部分 就是五十位小资创业老板的实战成功数 那这本书呢,主要在讲的 就是那五十位老板基本上都有几种特征 就第一个,他们都是依他们的兴趣跟嗜好 来发展他们的公司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的人数通常都不多 他们的员工大概五人以下 很多是一个人的 就是个体户,或者叫做个人自由工作者 就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然后呢,一样赚得到钱 然后他们呢,不太需要什么很特殊很难的那种能力 他是可以靠有自学 或者是阅读学习来,让他自己的能力提升的 那里面最总要讲到两个 有关微信创业可以帮助你得到最大的价值 一个呢,就是自由 第二个呢,就是价值 自由是什么这么重要 自由就是你的自主权嘛 你可以决定你要怎么做 你可以决定你什么时候要做 或是你可以决定呢 你什么时候要完成哪些事情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你自己安排的 不是别人在你做才做 而是你自己可以选择你想做哪些事情 那当你有自主权 当你有自由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要回去上班其实真的是很困难 那个作者就有说啊 他就说如果要是你有享受过自由的职位 就是呢,你是自己工作 然后不是为别人工作的话 如果你还有办法回得去呢 算我佩服你 这真的是太难了 几乎没有人会想要再回去 因为当你有享受过这自由的职位的时候 你会知道为自己工作 这件事情是很有成就感 而且呢,你会常常达到望无的境界 常常在心流当中 你不会呢,类似像上班族的那种 就是星期一正后去 只要星期一就痛苦这样子的那种情况 第一个价值就是呢,你可以发挥自己的天赋 你可以呢,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呢,是为创业者通常 他们会选择做的事 那你就想说那创业我们要知道说 哪些是好的创业的入门呢 他说几个部分可以看出来 第一个就是 如果要是有些新科技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商机 例如说像天赋会计手机非常蓬勃发展 所以呢,你就会知道说呢 那个APP相关的应用程式就非常的热门 可是呢,你要知道 当你有来上课的时候你就知道呢 你要学的不是学说如何做那个APP的那个过程 例如说资工系的那些人可能本来他学了四年资工系 就会写那些程式的 你要学的不是要学那些程式 你要知道现在网络上面也很多人 就是呢,靠卖这种程式的课程 就是说呢,因为现在很夯嘛 你知道这种哪里有商机就哪里会有这种课程 跟你讲,这真的是非常的准 只要是那个微型创业现在非常流行的话 就告诉你说微型创业可以租任办公室这样子 你想说其实微型创业有一个很好的优点 就是你可以在家工作,你不用出门嘛 可是呢,你叫你租任办公室不是很好笑吗 你要到那个地方,然后住一个地方 你不仅要花租金 然后呢,又要到一个地方上班 不然感觉还是有点像上班的感觉 好,所以呢,那个商机你要很注意 就是呢,你知道哪里有商机就会有很多呢 就是心情呢,有可能来骗你的钱 或者是想要把你的钱挖过来的那种情形 然后呢,他就说那那个商机呢 不是叫你学那些程式 因为程式你也学不过那些 就是已经有学过就是这种程式的 你要有的是点子 就是赚钱的点子是更重要的 因为那些想法呢 其实是你有没有办法赚钱的一个来源嘛 所以呢,你有没有办法提供一个顾客想要的服务 就是那个实用性是更重要的 那这本书呢,因为它是比较是 算是实战性的书 就是它会直接告诉你说这些人是怎么做的 然后呢,如果是你的话 你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想法可以来做 来做那个运用 好,第一个呢,是有关商机 就是新的产业 第二个呢,就是你有没有看有些产业 或是哪一个部分 是你看得不顺眼 有些你觉得做得不好 你明明就觉得说可以做得更好 可是却没有人这样做 例如说像我们开办这样的课程 就是明明我们知道说 学习投资理财很重要 可是呢,多数在教的都是骗子 不然就是短期的课程 然后教的东西都没有用的东西 你其实在学理财的部分 就是之前周春桥讲的 理财教育其实是更重要 你要知道说 你刚毕业的时候最好是不要买保险 不要买,不要背房贷 这些很基本的概念 可是呢,多数的他教的部分 他可能不是从这个部分开始切入 可是从这部分开始切入呢 你知道说投资的四大必修学分 这种最重要的概念性的 当你学会了之后 你才可以再更深入学 每一个的细项 这其实呢,对我们在学习的 整体的规划来说是比较好的 例如说呢